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还是非常开心能够感受香港市民对我们的这种热情 而且也感受到大家对于体育对于乒乓球越来越关注越来越喜欢 希望他们能够继续坚持然后享受乒乓球带给他们的快乐 我觉得巴黎奥运会还是非常圆满非常开心吧 接下来我觉得首先还是先享受这几天的这种交流活动 然后让自己能够跟大家有更多的更好的沟通 可以跟香港的粉丝们讲几句话吗 满足一下粉丝的 大家好 大家好 谢谢大家支持我们 谢谢大家支持我们的比赛 我们上次在香港是比赛是七年前 我知道你们都很想我们 我们也很想你们 谢谢 谢谢大家 看看我们 再见 跟你我们 再见 帮助然后 下去 就 下个赚 ください 欢迎 我 大言 都ense 很精彩 大概8點多分 很開心、興奮、激動 黃彩陰和孫穎莎 他們去過後都會到那裡做訪談 他們每次拿到一面金牌 都是為我們的祖福 賺到一些光榮 所以我覺得我們身為中國人 都要支持他們 今天參加9點多分 有時候很長隊 心情很興奮 因為可以見到一些國家隊的運動員 馬龍在背後接播這個畫面 是覺得很有趣和很驚奇 因為我們第一次見到現場 因為他們背後付出很多汗水 去為我們的國家爭光 所以覺得他們的努力 是值得給更多人 希望黃彩陰和孫穎莎 繼續在冰軍球這個道路上 繼續加油 我們也會一直支持他們 希望他們以後每天都很開心 繼續快樂打球 頂風相見 是專門從杭州過來香港嗎 是的 這麼遠從杭州來到香港 你覺得今天看到運動員 這一切值得嗎 非常非常值得 比完奧運會這個活動 就一下子現在非常的熱門 然後大家會做一些搶票的攻略 我是訂了一個鬧鐘 然後把那個苗表掉出來 就是卡點然後刷進來了 特別特別激動 因為畢竟能近距離接觸 運動員的機會非常的少 然後參加這個活動 感覺就很開心 我覺得就是隨機抽選了市民 然後上去跟奧運冠軍一起互動 我覺得這個就很好的發揚 就是把體育精神帶到每一個群眾中去 就是體育精神還是很感染人的 就是不管是看到他們有好的成績 或者說有的人雖然沒有取得好成績 但是他那種拼搏奮鬥的精神 真的還是非常的受感動受鼓舞 我特別喜歡梵振東 因為第一次看梵振東是在全運會 當時是男子團體最後一場 他對馬龍然後當時是10比6的時候 然後我以為這個比賽已經要結束了 然後我就出門了 然後我通常打電話給我說 你一定要回看 因為最後是13比11吧 贏了 然後包括這次的奧運 跟張本志可的那場比賽也是 就是每當我覺得很痛苦 然後沒有動力的時候 就會看這些比賽 會覺得找到一些人生的動力